先修它的表面的那个 先把表面多余的那个陶图 先去掉 拉夫拉斯就读幼稚园的时候 他的父亲尔格 就已经是排湾族三地门乡三地村 知名且重要的艺术家之一 当时拉夫拉斯的父亲拥有一间工作室 所以他从小耳濡目染 对陶湖看木雕的认识与熟悉 还有热情变来自父亲的遗传与艺术的环境 所以是从幼稚园开始跟我们一起做 因为那时候小的时候 我爸爸跟我妈妈就是已经有工作室了 然后一样也是在做 我爸爸是以桃跟木材 就是木雕为主 然后家里就是 以前的工作室就是在我家旁边 那小小的车库 拉夫拉斯一开始并没有马上走艺术这条路 甚至就读高中时 他决定休学 离开部落选择到台北生活 我讲说学校好像不是很开心嘛 然后书本上面教的 其实我也听不太懂 到底在讲什么 然后我就选择我自己的校园生活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子过得比较精彩 所以我可以跟很多朋友出去玩 当拉夫拉斯这样想时 就在他17岁 母亲生了一场大病 在医院住了约两年多 最后不幸母亲还是离世 拉夫拉斯那时候才惊觉 要珍惜跟家人的相处时光 下定决心要回部落 并承接父亲的工作室 其实之前 我可以过的安逸室 我家那时候工作还比较平稳 就是你之前都觉得说 我们不用去配合 对对对 就很平稳 然后之后就是因为 我妈妈那边 我妈妈生病 然后因为很多庞大医药费要处理 所以说就是工作室 然后很多生活就换了一个模式这样子 那时候就是会去想 有着想多事情 工作嘛 回家 然后对家人感情 重新会有改观这样子 不管是工作室模式 家里的模式 还是部落的模式 先静下来做一下 拉夫拉斯喜欢把自己的作品 比喻成自己 就像桃 桃是一个有记忆的材料 在湿的时候你怎么捏它 干的时候它就是长成你捏的样子 拉夫拉斯便以桃的特质 捏出当下的情绪 时时提醒自己曾经做过的事 并以此为借境 我就喜欢讲说 如果我就是这个桃 我当下在演这个桃 我被拍的那瞬间是人家可能当初提醒我的那个故事 或者是我做错什么事情 记录被记录下来了 这永远会在我心中就像这个桃一样 有这个手印在扫面 拉夫拉斯从捏桃中发现 在台湾做桃艺的人很多 如果单纯只是排湾桃湖 是进不了主流市场的 因此拉夫拉斯意识到 要将传统文化转换成文创商品 除了桃湖 他也做杯子和盘子的生活小物 在杯盘上再点缀排湾族的元素 而且每一个作品都有故事 就是传统艺术就是木雕嘛 桃艺就是桃湖 然后传统雕刻 就是文化传承 可是你在做文化传承当下 你必须要生活嘛 所以说我必须 就是我们就换个方式 就是把桃艺做生活桃 把木艺就是做那种生活的一些 仕价饰品这样子 就变成它已经变成 文化已经变成生活一部分 我把桃艺做成杯杯盘盘 把木制品做成家具木盘这样子 除了桃湖 拉夫拉斯也会木雕 从聊天过程中 他会将对方说的故事 变成他手中的木雕作品 然后这个是 2012年的那个 《圣编中有二三四》的系列作品 然后我要讲的就是 这个故事是 我跟这个老人家在中午 在宫地吃午餐的时候 他跟我讲 他所 他在最高的塔 所最危险的螺丝 然后身上带安全带 然后头盔 可是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盖的是101 只是他回家之后才发现 然后我要这件作品 实在要讲的是 谁成就了这个大了 然后讲说 他曾经做过什么事情 这样这样的很多事情 然后我当下有感动 我就把他的故事做成作品 在拉夫拉斯的作品中 可以看到许多反思的概念 拉夫拉斯好友说 虽然他平常是很搞笑的人 但透过作品可以感受到 他对部落文化的沉重使命 他这个人很活泼 那给我们看到的面向都是很开心的 就比较喜乐派的 可是看到他的作品 跟他的文章的时候 你又觉得发现另外一个他 感觉好像跟他 平常跟我们打打骂骂那种感觉 是不同的一个人 那文章很细腻 然后也很美 那其实他有很多都是想要传达部落的一些 使命的感觉 庞安族在做艺术的人很多 然后要整个认真去诠释庞安族 或者部落思维的话 很难 我们个人无法去诠释与代表 整个大庞安族文化 所以说我们只能用我们个体思想 去呈述我们自己对庞安族文化的一些 结构跟热忱这样子 现在就默默地做到一个程度这样子 拉夫拉斯月20岁左右 接下父亲的工作室 也被称为最年轻的 艺术工作方负责人 他谦虚地说 排湾族的文化深度不是只有桃湖 木雕就能呈现 而他所能做的除了守株传统 也会努力不断在传统中 发现更多的艺术创作 让更多人在生活中 就能看见排湾族文化之美 记者谷米雅威把号 屏东三地门采访报道 本节目组合到